好 工作人员上台机票 对于这样一支作品 四位队长有什么看法呢 我会首先想问一下 阿伟这一次扮演的是一个什么 因为你脸上这块绿色 我一直是猜不清楚是什么东西 这边是一个植物的颜色绿色 或青苔 对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 因为我们抽到的是木 然后我是一个木头 老师是把灵魂跟生命都给到我 然后我在里边会去扮演一些 红艳的一些动作 其实就是他把他的艺术 然后给到了我 给我创造了一个生命 你讲李老师 真的是草原上的一个雄鹰 你明白吗 他可以翱翔 他可以在草原上用肢体 来去表现他的那种 蒙古人的那种精神 我想特别感谢一下李德老师 在学蒙古舞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找不好那个状态 就感觉他在跳这个动作的时候 像熊鹰一样 我跳就像小鸡仔儿似的 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我想说小鸡仔儿 经过练习也能变成熊鹰 就是这样 今天这两位不只舞蹈好 他们脸上跟眼神都是有戏的 淡淡我个人觉得 你有在那个世界里面 而不是淡淡 我觉得那时候 淡淡变成了一只很有野心的狼 在我知道要跟李德哥锦老师 跳舞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要跟一个来自 草原上的男人跳舞 那我觉得我们两个人 一定要跳人跟狼之间的故事 所以就是在这一次的 作品当中 其实李老师给了我 特别多的指导 他告诉我 什么样的眼睛是犀利的 什么样的眼睛 是真的饥饿的那种眼神 我真的觉得你就是一只狼 真的 你把人性都抛开了 你用舞蹈诠释得特别的好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 我对今天的作品非常的满意 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他 从来没有当过配角的老师 蒙古舞之王 今天做了我们两个配角 李德哥姐 跟两位街舞舞者合作的时候 有什么感触吗 一下舞蹈 因为他俩的舞种 我是从来没接触过 所以真正他俩跟我 凑到一组的时候 我自己其实也挺担心的 因为我是觉得 肯定是要以他们的基础之上 优点之上 加入一些民族的元素 让他们不一样 但还有他们的特色 而不能让明明排成个民族舞蹈 所以两个作品都像 自己的孩子一样 一个是特别阳刚快乐 第二个是特别有意境 所以说两个有不同的 不同的东西呈现 票数已经来到了我的手中 票数是 29 76 紫棋输完以后 我就已经心情特别大 其实还是挺有压力 阿伟是我们队最后一个成员 我希望他能晋级 我真的很怕团业 队长那么相信我们 真的希望 哪怕是一个人 能跟他一起牵手进入决赛 获得胜利的事 让我们恭喜 更加阳刚的态度大师战队 恭喜阿伟 晋级总决赛 旦旦 离开这个舞台之前 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觉得这就是街舞给了我一段 非常美好的经历 这个经历 你的死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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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想法是怎么样 想法还是之前一样的 还是之前一样的 但是前面我们跳的部分有 有衣服 我们的主题是水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水年洞 再加上悟空他的感情路线 我觉得他是最适合表演水的 跳最后可能会是包在一起 或是怎样 就是我的风格 第一个亮相的话 我就想你是很芭蕾的 然后我就是很自洁的动作 肯定是我会一个反转 对 反转之后 所以你需要我在这儿抬个腿 好 就这样吧 你确定吗 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选的主题 其实对于我的一个舞种 跟风格来说 其实是没有办法跟他组合的 因为芭蕾里面全部都是 那种公主角色 就如果你现在说紫霞先走 我就不知道我应该给你什么状态 你知道吗 我就很 我就很凌乱 就是我的角色会很分裂 因为我一会儿很芭蕾 一会儿又在跟你 然后又一会儿又很芭蕾 所以 肯定有齐的 对不对 肯定有齐的 好 没关系我这样叫你的来吧 我们先假设这里是 他 我们的作品其实有一点冲突 但是我坚持自己想跳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这个角色的人物性格 跟我本人也不是很像 我现在已经完全考虑不到我自己了 就是我只能配合你要的东西 舍南呢 他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 这个作品的设计都是他想了很多的 而且也是他想做的 去找你到你的背上 你伸腿的时候我要起跳 是这一次吧 没事 走 谢谢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哇 这个很好 我有一我接受作品的定位 所以我要在这个舞台上坚持 我想做的 就像这一次 在这个舞台上坚持 你怎么能够折